我们在脸上还有身上的一些斑斑点点 有的时候不只是美丑的问题 还甚至会攸关性命 过了50岁之后 我也发现自己脸上斑斑点点非常多 所以你看你今天照片上来了 是啊 但是你知道我如果这个照片告诉人家说 那是可爱的雀斑 人家会觉得说我眼睛真的坏掉了 尤其是更年期之后的斑 不论是我这个侧面的颧骨斑或老人斑 我曾经试过 比如一开始用果酸 美白的产品 或干脆去打雷射 或这几年最流行的皮鸟 我定期都会去做 可是我最困扰的是呢 是做完之后它干净了 对不对 过一段时间它又长 然后医生就说你就是要定期来打 因为我们年纪到了 就是变成说隔一段时间 当它又长出来之后 还有就是太阳晒也有关系 它又会变得比较暗沉 所以到了50岁以后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一直在跟斑斑点点 对抗作战 你自己不想去重视这个班 坐在旁边的来宾 有一次坐在我旁边的来宾很大声说 你也得上这个班好大好丑 哇塞 这人太残忍了 我当下那个节目一录完 我就去打皮鸟了 人真的不能激 因为身上也不能有斑斑点点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是在国外的有一位护理师 他是在急诊室的护理师 那我们知道很多护理师 他都是穿全身白色的 然后他白色的裤子 他就发现上面有一点脏脏的 他就想说糟糕是沾到什么 他去弄一直弄弄 弄到最后他发现不是裤子脏了 就是比方说这里有一个黑黑的 他想说干嘛清掉清不掉 因为有时候护理师他们这个裤子 不是很厚是比较薄的 他就发现是他的皮肤透出来的颜色 于是他仔细看了一下自己的腿 才发现原来上面是有那种紫色的淤伤 就紫黑色 所以护理师多半会比较警觉 其他护理师也说你这个有点怪怪的 是不是去做个检查 一开始做的时候是皮胀有点肿大 之后在做血液方面检查之后 原来是血癌的问题 这么严重吗 各位 其实我们身上也都会有一些淤青或什么 确认是血癌之后 他有做了三次的化疗 做了各种治疗之后 他幸运的是因为姐姐跟他配对成功 所以姐姐捐了这个脊椎之后 他在11个月之后 他完全康复 然后回到工作岗位 不过倒回去去看 这个紫色的斑斑点点或淤青 你不能小看 因为这个护理师告诉大家 他有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好 但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不要想说我很容易OK就怎么样 原因是 所以到底如果以你们血管 就是心脏外科来看的话 什么样的状况你们比较担心 其实只要有莫名其妙的斑块 点块出来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特别小心 一定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当然最简单的猜测 我们是认为你血小板出了问题 否则的话我稍微跟你一握手 哇 整个血管就破掉 那还得到整个就 太夸张了吧 所以我们身体上是有个凝血的机制 所以凝血机制一旦不作用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查原因 尤其莫名其妙 很多地方同时出现 所以当然我们大胆先猜测 是血小板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一管血 就可以知道你血小板 有没有出问题 OK 所以如果莫名斑斑点点太多 去抽血检查 对 紧接着第二个我们就想 你有什么危险的因素 所以最常见的血水的因素就是什么 有糖尿病的病患 因为它血管会变得比较脆弱一点点 血管中杂质很多 所以一弄就出问题 再来就是平常可能有长期服用 肋固醇的 擦肋固醇软膏的 它都会让血管 微血管变得很脆弱 那就容易出这些问题 那再来你就要想到静脉去脏 静脉去脏就是血管本身弹性不好 它会出现很多问题 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些血流 从脚部的血流 都要回到下腔静脉 或是上腔静脉 所以那个地方如果有塞车的话 都会造成问题 所以有没有肝硬化 有没有脾胀肿大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想进去的 然后最后你才去想到说 是癌症那方面 是不是有什么血癌 那是不是真正脊椎 所以癌症发生的机率不是那么大 但是还是要放在脑海里面 那其他的反而是身体什么原因 像最常见的最近很多老人家 尤其老外 喜欢吃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就是破坏血小板的东西 让血小板变成笨笨的 血液就变得比较稀释 所以长期服用阿斯匹林的人 也有时候就会造成这种血管 容易非常的脆 容易非常容易破 好 所以这些是血管特别 有状况的人 那当然如果真的怀疑的话 去抽个血 这个是最简单的 然后也可以排除自己心中过多的预遇 那如果只是跟眉仇有关 赵医师你遇到最多的是 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 那个老人班对不对 那老人班它的特性是什么 而且我看过那种 就是不是平的耶 它会浮起来 对 其实老人班一般 它的学名叫肢肉性脚化症 那肢肉性脚化症它可以平的 大大小小不一 而且可能有的颜色会比较深 有的比较浅 那这位置呢 它可能在这个脸部 紫外线照射 阳光照射位置是比较多 脸 头皮 其实四肢都可以 身体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这一块一块的所谓斑块 那这个一般来讲 因为这个叫肢肉性脚化症 跟老人班很像 我们叫老化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问题是除了老人家会 其实年轻人也会 虽然都是叫老人班 但基本老人比较多 年轻人也是有 那我自己有个案例就是 他是一个四十几岁的男性 那本身呢 他来看门诊的时候 头上好多一颗一颗的 像这个涂上所说这样 一颗的黑色 然后甚至还凸起来 对 它是长在头顶上 脸上比较少 头顶上蛮多的 他就说奇怪 怎么会团那么多这一颗一颗的 而且有时候会轻微有点痒 虽然不是没有太大的症状 那我一看这个人对不对 本身没有防晒 他又在运动 那又有这个地中海的一个 凸发的一个现象 所以假如没有头发 事实上也是容易晒太阳 容易长这种 所谓的一些老人班的现象 那看门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问题我们解决事实上很容易 可以用雷射一些方法处理掉 但是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这些老人班 长成身体上 除了脸 头皮之外 其实上一个重点就是说 身体上很多突然长出来这些 一块一块的这样的 像横子这样长的这些班 长成身体躯干或背部 突然间长出来这种 尤其这个是突然间 有人是生过小孩 或有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有这现象的时候 现在会非常小心 为什么 它跟肠胃道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要特别提到说 你不要看这也叫做 肢肉性脚化症 也是老人班的一个现象 长在身体上 我们有叫Laser Trelex 是一种症候群 它就是一种胃 肠胃道 产生癌症的一个病变的一个现象 它在屏幕表面看得出来 这些班还真不能小看 当然是 因为反正莫名其妙的班 你第一件事情是说 什么老了 很难过 很难过 莫名其妙来很多的时候 你就要想说 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OK OK 好 那如果真的是老人班的话 是因为新陈代谢变慢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代谢掉 可能一层一层就变厚 所以有一定的厚度 那像沈医师 这些方面我们到底怎么办 如果避免说脸上有这些 大家不想要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按摩 其实在老人班或者子班这些状况下 其实我们会认为它跟气血虚 跟肾虚 甚至血淤有关系 所以在脸上我们会去找一些 大血管会出来的地方 譬如说四白血是眼眶下 眶下裂这边出来的血管 四白怎么找 四白在眼球正中间往下找 在颧骨上 这里吗 对 正中间往下找 在颧骨上 OK 对 另外一个是颧链 颧链就在颧骨的外侧下角这里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家居 家居就是我们大的咬基 是 咬起来就是最高点 家居 对 所以它又出现了 前面是大营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 这边出现斑点跟我们的 中医在讲的皮肾阳虚也有关系 跟消化系统不好 整个人体的退化也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会去利用这些血点去 强化我们皮肤的一些血液循环 帮助代谢 那再来就是有时候我们手脚会有一些预斑 那我们可能就会用到像 脸上的部分你先告诉我们 会怎么个按法 就这样子单点这样子按吗 其实一天 一天我们 像譬如说我们在按这个全鸟穴 我们一天大概按个两次 每一次三分钟五分钟 慢慢按轻轻按 你不要用力使命揉 揉了又来一个子斑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就轻轻揉 然后每天按个两次 每一次三到五分钟 OK 这就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代谢不好 然后找出那些老人斑的问题了 刚刚沈医师一直提到子斑 其实盛美你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 身上老人家身上 我的爸爸是脑中风卧床五年 在卧床当中我照顾了他非常久 因为他本身也有严重的糖尿病 所以他的手跟脚 满满的都是子斑 看得好心疼 因为他三不五时可能还要掉点滴 那个点滴都打不进去 上面都是子斑 后来我又照顾我婆婆 我婆婆是心肌梗塞 在医院躺一整年 他的那个子斑更多 那再加上老人家那个斑斑点点 那个手真的是惨不忍睹 那后来我们就会试着用那个婴儿油 因为老人家皮肤太干了 就慢慢帮他按摩 但看起来也没有办法舒缓他的不舒服 好 赵医师这个怎么办啊 像这些老龄氏指斑或内固醇指斑 所引起的这些要斑痕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要擦一些乳液 或凡士林来做保养 另外最重要我们可能会开一些药膏 消炎药膏来擦擦 基本上这个七天到十天它就改善了 那主要是避免再次的一个发生 了解 皮肤薄容易出血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困扰 医师是可以帮忙的 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秋香老师 告诉大家 如果身上不要有太多的斑斑点点 它是怎么样保养的 我们脸上都没有斑的秋香老师 永远这么美丽 来 你今天介绍的这一道是 我今天这一道就是用我们的姜末 然后我用龟蚁 所以就是姜末做的石书龟蚁 那这里因为姜它其实本身就可以有一些 淡化斑点的一个作用在 那我用了鱼杆 还有兰瓜 那还有枸杞 这些就是会养肝的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好 那这个龟蚁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龟蚁好吃 可是你煎起来第一个味道很重 再来就是会很柴掉 所以我先跟它放一点胡椒盐 然后就把它放一点点面粉 好 那这里是亚麻仁油 我只要一点点这个等一下最后再加 因为好的油你过度的去加热 其实它就破坏掉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只是要让这个龟蚁下来 它不会去沾锅这样子就好了 谁是 像秋香老师他用的枸杞 姜他刚说这个对于脸上循环等等都有帮助 对 像有时候我们冬天喜欢吃姜母鸭 吃全身暖暖的 其实姜母的作用大概是在这里 其他的像抗氧化的一些食材 像我也带来了一个叫美白去斑茶 它用的原理也是一样 譬如说我们今天用丹龟 用丹参 它就是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 让我们血液的质量比较好 再来就是白子跟杏仁 这是我们常用的美白的药材 再来就是生地 生地它可以有一些滋阴养肾的效果 生肝草它其实算是天然的抗发炎的药材 另外有时候我们也会外敷 外敷常听到 这个可以内敷也可以外敷 对 里面有一个叫白子 白子高本做面子粮 这个我们在古代有时候皇帝 皇后 像慈禧 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去敷脸 然后再来就是天门东 天门东其实有时候用它的汁液 我们在那个衣服上面这样涂一下 那个沾到末汁的会淡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常常用来敷脸的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随便去打粉来用 你如果打粉来用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要不然很容易造成脸部又毛孔又阻塞 发炎 了解 所以自己敷太厚或者敷不对都不行 是 来 崔康老师 好 你啊 你到底是怎么保养的 其实我吃很多抗氧化的东西 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的是蔬菜 水果我也很喜欢吃 一般来讲我的青菜一天一定有吃到 最少有两种 像这个十字花科 就是仪橄榄高丽菜都是 我今天会用仪橄榄 还有蘭瓜 我先把它移过来一点 拿近一点 因为个儿小 来 崔康老师 鱼橄榄这几年是变超级食物质 可是我也买过 不好吃 它很硬 不好吃 对 不好吃 然后所以我把它切得比较细一点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棒的食材 我会教大家 你可以把它烤一烤 如果你有烤在烤箱 你有做面包 或者是你有那个 洗完之后烤一烤 洗完之后把它撕一片一片 烤完了以后 你就是 它会脆脆的 它会变甜甜的 它反而会有甜味出来 那如果拿来炒呢 炒的命远 拿来炒你要把它切很细 因为它就是像你说的 老老的 对 老老的 我现在把它酒加进来 酒加进来 这个时候我要把姜末加进来 姜末一起加进来 然后我的调味 我顺便把这个南瓜 我南瓜稍微蒸过了 因为我们的料理时间很短 所以我先把它蒸好 不管你怎么样 就是说南瓜有熟就好 然后加了盐巴 盐巴加下去 然后一点点的胡椒 你看 崔康老师 卡丘很美 好 这个果鸡纸 就把它稍微的洗干净 对 因为其实这道抗氧化物质很多 包括像紫色的洋葱 它的花青素 然后用了南瓜等等 这些颜色越新鲜的 抗氧化物质越多 然后虽然老师另一个秘诀 就是你说防晒一定有做 是 防晒一定要做 好 现在我给它一点水下来 这个水下来的时候 来 我们的鱼鱼杆 就可以进来了 最后啊 水蒸气 对 它就会上来 所以鱼鱼杆 我们在家里 其实你可以现在 不會很贵的 你可以买来 就是把它烤好 或者把它切很细细的 多细细的去冰起来 冷冻起来 好 这样我们的调味都好了 最后就是要吃的时候 我们撒上这个腰果 腰果 因为好的坚果 也是一个抗老化抗氧化的食物 好 所以抗氧化的物质 然后加上好的油脂 这一道就完成了 广告上来看 那么静脉曲章是跟皮肤 还有血管方面也有关的 诶 静脉曲章 尤其在冬天 特别容易踩到地雷 是哪些地雷呢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